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相机模组的凸起消失不见 这大大的提高了手机的颜值 以及这款手机的辨识度 Technic Tiger在这里要向大家解释 相机模组通常有几个镜片组合而成 以及背后的大底是十分占据位置 我一直认为这是物理问题 要有好的成像效果硬件就要有突出 但是正如效果图所展现的那一 3C S22 Ultra将凸起部分做到机身当中 仅仅露出了五个镜头 起初我是不相信的 随着距离2.8日的发布会越来越近 信息越来越准确 我就将这消息分享给大家 S22系列在处理器方面 会搭载高通最新的8GN 要芯片 这芯片的实力毋庸置疑 在GPU方面提升明显 可是联发科的天机9000 今年一举超越高通 如恒星般闪耀 让这颗强有力的芯片黯然失色 这不是一家公司的超越 是中国台湾联发科对美国高通的超越 振奋人心 李治分析 有联发科的奋斗 也有高通挤牙膏 省成本找三星代工的原因 感兴趣的观众大大 可以点赞 订阅 评论我会专门出一期关于芯片的内容 以及高通补救措施 8GN2的内容 回归主题 三星的摄像系统 是采用了超强的五模组 可以说是加量不加价 全新的三星Galaxy S22系列机型将不会搭载 两亿像素摄像头 而是仍旧将搭载108MP的ISOS HR3 这一爆料一度让不少网友感到遗憾 不过现在有最新消息 这一顶尖配置并不会缺席 而且该机的两亿像素摄像头 还经过了2084认证 当然 我们目前还无法判断 究竟哪种说法更加可信 Technic Tiger认为会是108MP 镜头 原因是芯片能力无法快速计算如此高的像素 会出现拍照延迟卡顿 S22点配套 还有望与知名相机厂商奥林巴斯达成合作 能带来无与伦比的解析力 感光能力 更高的画质 将对新机的影像系统带来极大的改进 在屏幕方面 三星一直是最顶级的屏幕留给自己用 根据相关消息 三星在S22 Ultra上会使用2K 分辨率LTPO材质 120Hz刷新率的屏幕 最大亮度达到1750尼特 这参数就让人十分期待这块屏幕 因为它就代表了目前手机屏幕科技的最高水平 令我沮丧的是 S22普通系列 仅仅搭载1080P 但屏幕十分拉矿 售价却是十分昂贵 Technic Tiger见有能力就买顶配 S22普通系列差强人意不大看好 喜欢安卓系统的可以考虑OPPO 小米的顶级旗舰机型 S22系列普通版本是25瓦快充 Ultra是45瓦超级快充 防水等级都是IP 68级别防水 续航方面由于新的芯片和上一代功耗相差无几 所以手机基本和上一代的续航能力一致 观众大大不要对续航抱有过多期待 这里是Technic Tiger 想了解更多数码产品资讯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